放入炸好的肉片不不了专样的效果 在淀粉里面加上水 搅拌化开以后 让淀粉自然沉淀 那个稠度就刚好合适 刚才看了个视频 一道锅包肉的做法 特别的简单 哎呀真的 一看就会 立马适操 选一块猪里脊肉 里脊肉给它切成薄薄的厚片 厚度的话大概这么厚就可以了 咽一下 来点盐 一瓶点料酒 小火里边倒点土豆淀粉 加水 搅和搅和 放在一边备用 再来一个小碗调个料汁 来点白醋 一丁点陈醋 白糖跟这个白醋的比例差不多 搅和搅和 切点葱丝 胡萝卜丝 准备一点香菜段 水淀粉沉淀的差不多了 滤出来 非牛顿流体 倒点油抓一下 锅里倒油 油温六成热下锅炸 炸第一遍先给它炸焦黄 等个两分钟把它的油温升高 再炸第二遍 我感觉废了 快炸黑了 是我勾芡都少了吗 怎么跟我看视频看的不一样啊 这一看就会一做就废啊这是 窝底乖乖 这不管啥呀 反正做都做了 总要给它做完呢 最后阶段 葱丝 萝卜丝 还有香菜 把料汁放进去 放肉 出锅 酒汁 酸甜味的还挺好吃 为什么看视频别人做的都那么好 为什么一到咱们食操的时候 是这个样子呢 失败真的失败 嗯 饭吃了啦朋友们 希望东北的朋友们不要喷我 因为这个菜呢是属于东北菜 我是第一次做 经验不足 抱歉 怎么会做成这个样子呢 看视频的时候觉得 哎呀 得简单 等你开始做的时候 拉垮 没有失败哪来的成功呢 下次一定做好它 别的呢也不多说了 没眼说下去了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